哈囉 歡迎回到區塊鏈日報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是3.6兆美金的資金將流入比特幣的市場 如果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幫我點個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開始吧 今天要跟大家聊主題 主要是會圍繞在這個退休帳號 那今天我們都知道這個比特幣的現貨ETF 在上週的時候是正式推行出來了 但目前比特幣的走勢是在42,000多 那看起來這個比特幣現貨ETF推行出來之後 是直接從這個49,000跌到41,000多的位置 所以很多人就在說這個比特幣現貨ETF 到底對比特幣來講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那我在這邊跟大家說的就是當然是好事 但是在短期就是幾天或是幾週甚至一兩個月 可能是看不出這個效果 那今天為什麼比特幣現貨ETF對於比特幣來說是好事呢 主要會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Global Equity 第二個部分的是退休帳號 那我們今天這個節目主題的內容會圍繞在退休帳號 因為第一點這個Global Equity其實是蠻容易了解的 就現在美股的總資產大概是落在49個trillion左右 就是4.9兆美金 那這個4.9 trillion其中的40%是來自美國以外的地方 就是美國以內是佔大概60% 那美國以外的資金是佔了40% 那很多這些來自全球各地的資金 他們是不太容易access到比特幣的 就是這40%你也可以說是兩個trillion 或者是這個兩兆的資金吧 他們其實是沒有這麼容易可以購買到比特幣的 那今天擁有比特幣現貨ETF的情況下 因為這些資金本來就已經在美股裡面了 透過美股券商可以很容易的access到比特幣 那這個跟直接購買比特幣呢 會輕鬆跟方便非常非常多 所以第一點就是out of the globe 所以基本上就可以說美國以外這些資金 可以更容易的進入到比特幣的市場 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題就是退休帳號 那很多人可能不住在美國 並不清楚這個美國退休帳號是怎麼一回事 那今天我就要花一些時間跟大家解釋 其實美國退休帳號是多麼的powerful 然後在裡面是有多少資產 那我們今天在這邊可以看到呢 2023年呢這個美國的retirement asset 就是退休帳號裡面的資金呢 就已經高達了36.7個trillion 那其中包含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是可能大家都聽過401k 那401k呢我也跟大家其實解釋過蠻多次了 那401k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美國的勞工階級的人呢 比較好的一些公司都會提供你這個401k的選擇 那401k呢就是說這個每一個月你收到薪水的時候呢 你可以把一定程度的百分比呢 放到401k的帳號裡面 那401k的帳號呢 其實它就像是這個股票的帳號一樣 就是這個券商的帳號一樣 那你把錢放進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這些錢呢拿去做投資啊 或者是這個買這個ETF啊 買債券啊買一些這個投資資產啊 黃金ETF等等的喔 至於為什麼那麼多人會把收入擺在401k呢 就是因為401k可以降低你的這個 付稅的這個percentage百分比啊 然後另外同時呢這些比較好的一些公司呢 他們都會match你的401k喔 就假如說你每個月賺我們就說5000塊美金好了 然後我們就說照這個比例 你可以擺500塊進到這個401k的帳號裡面 那如果你是選擇max out 就是放這個401k能擺最高的金額的話呢 這個公司其實是可以match的喔 就今天假如說你選擇放100到401k 那公司就會match你的100 如果今天你選擇max out 放500進到401k每個月啊 那這個公司每個月呢就會多給你500塊 進到你的401k帳號喔 所以你可以說你擺在401k帳號裡面的錢呢 公司是會match的 就你今天擺多少錢進到401k呢 公司就會額外再給你多少錢進到401k喔 所以變相呢你可以說呢 它是一個這個投資的帳號吧 但是你卻沒有辦法把錢拿出來喔 就是直到65歲之前呢 這個401k裡面的錢呢 是完全不能動的喔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呢就是IRA 那IRA呢分成兩種喔 一種是Traditional IRA 就是這個傳統的IRA 那另一種呢是Roth IRA 那這兩種退休帳號又有什麼區別呢 IRA呢是你自己開啟的 然後你自己可以把這個錢放進去喔 那這個Traditional IRA 就是傳統的IRA呢 是你把錢擺進去之後呢 是不需要付任何稅的喔 那這個IRA帳號一年的這個限額呢 是6000塊 就是你最多呢可以放進6000塊美金一年 到這個IRA的帳號裡面 然後這個6000塊呢是可以完全抵稅的喔 那這個6000塊放進去之後呢 這個傳統的IRA跟這個Roth IRA 不一樣的地方 是傳統的IRA呢 你可以把6000塊擺進去 然後你就有6000塊去投資 然後直到你65歲的時候 你要把錢拿出來的時候呢 你才要付稅喔 那到時候就是要看這個 你賺的錢是多少啊 然後你拿出來的金額多少 來決定你要扣多少稅喔 那另外一種呢就是Roth IRA Roth IRA跟Traditional IRA 不一樣的區別呢 就是你放錢進到Roth IRA帳號的時候呢 你就先要被扣錢囉 那Roth IRA同時呢 也是最多金額就是一年可以放6000塊進去啊 那你放6000塊進去呢 可能你在帳號上看到呢 只有5000或者只有4000多 那這個時候要看每個人情況是不一樣的 那基本上的概念呢 就是你今天把錢放進去的時候 他就先把你扣稅了 但是之後假如說你放6000塊進去 然後你雖然說只得到5000塊 你付了1000塊的稅 但是如果這個5000塊之後翻了100倍 變成這個50萬的話呢 那你50萬拿出來的時候呢 是不需要付任何稅用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呢 這個如果你是一個會投資的人呢 然後又住在美國的話呢 Roth IRA呢 是一個最好的這個退休帳號的方式啊 那當然401k也非常非常好 但是401k只限於這個勞工階級的人喔 假如說這個你跟我一樣是在美國做生意 然後是沒有老闆的 自己是老闆的 那你就只能開這個Traditional IRA 或者是Roth IRA喔 但是不管怎麼樣任何一種退休帳號呢 對於這個會投資的人而言呢 一定會是一件好事情啦 就是說到六 雖然說這些錢呢 要到65歲才能拿出來 那你也可以說變相的是 把你每個月賺來的薪水 或賺來的這個profit 少量的放到這個退休帳號裡面呢 去為你的退休做準備喔 那以上呢就是 美國最多人使用的三種退休帳號 第一個是401k 第二個是Traditional IRA 然後第三個呢是Roth IRA喔 所以我相信很多不住在美國的觀眾朋友呢 對於這些東西是完全不了解的喔 那為什麼這個比特幣先貨ETF這麼重要 然後會為比特幣提供這個大量的這個流通性呢 原因就是因為呢 就你有辦法想像嗎 今天是有3.6兆美金的資金呢 在這些退休帳號當中喔 但是這3.6兆的美金呢 是沒有辦法購買任何比特幣的 因為唯一提供在退休帳號購買 比特幣的公司是什麼呢 大家如果好好有在看我節目的話呢 都應該知道是Fidelity喔 那Fidelity畢竟不是每一家公司 都選擇使用一個退休帳號的銀行 所以只有Fidelity的使用者 他們是可以在這個退休帳號401K上面購買比特幣喔 就是直接的購買比特幣 那在其他地方呢是不可以的喔 所以我認為至少90%退休帳號裡面的錢呢 是不可能購買到比特幣的 那你可以購買GBTC 但是GBTC畢竟是ETP 然後它還是有很多限制 所以很多退休帳號也是不能購買GBTC喔 那現在擁有13支現貨比特幣的ETF呢 就可以更容易的讓這些退休帳號的資金呢 流入到比特幣的市場裡面喔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我知道很多這個目前已經在比特幣 或加密貨幣市場裡面的投資者 那有可能當然是講的就是各位觀眾朋友啊 那你們可能會覺得說 比特幣先貨ETF對你來講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但是並不代表說比特幣的先貨ETF 對於其他人來說是沒有意義的喔 那跟大家再舉個例子吧 像我岳母大家都應該知道是一個職業的投資客嘛 那他是住在台灣 那他就不想要透過币安 或者任何加密貨幣交易所的方式去購買比特幣 因為他認為這些交易所是不安全的 所以他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購買任何一個比特幣喔 但是呢如果比特幣的先貨ETF上線之後呢 他現在如果也可以透過每股券商去購買比特幣先貨ETF的話呢 他就很有可能因為這樣而去購買到比特幣喔 所以今天比特幣先貨ETF等於是開啟了一個大門 讓更多的資金可以流入到比特幣的市場裡面喔 那今天跟大家聊到這個主題啊 主要是围繞在退休帳號的這個部分啊 因為我相信這個很多住在美國以外的觀眾朋友呢 應該對於這點是不太清楚的喔 那你有辦法想像3.6兆美金的資金 中間如果小小的幾個percent流進比特幣的市場 對於價錢而言會造成怎麼樣的擠壓呢 3.6 trillion的1%就是36個billion喔 那就算只有1%36 billion的資金進入到比特幣的市場裡面 絕對就可以對比特幣的價錢產生一波很大的擠壓 所以今天節目的主題呢 就希望可以透過介紹這些美國不同的退休帳號 以及美國退休帳號是怎麼樣運營的方式呢 讓大家更加理解到為什麼比特幣現貨ETF 對於比特幣而言是這麼利好的一個消息喔 OK那我們開始看新聞吧 第一個新聞要跟大家聊的是貝爾德在昨天推行出了他們第一支 關於比特幣現貨ETF的廣告喔 那關於這件事情我之前就跟大家聊過很多次喔 就是在這個現貨ETF被正式通過之前 我就跟大家聊過這些投行呢 他們推行比特幣現貨ETF只是第一步喔 那第二步呢當然就是要大力的promote 就是去促銷這些產品讓大家購買它嘛 那要促銷會做什麼事情呢 就會拍很多的廣告 那這些廣告主要target的對象呢 都是這個boomers喔 就是這個嬰兒潮的這些年紀比較大 可能是70歲80歲的人喔 那今天我們可以在下面看到呢 這個貝爾德的現貨比特幣ETF的廣告 因為這個廣告的維持呢是大概兩分鐘喔 所以我今天就很快跟大家翻譯一下 裡面的一些主要的內容喔 第一個部分他要介紹比特幣這個資產喔 說比特幣呢是全世界第一個加密貨幣 然後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已經可以看到這個 比特幣的ATM 就是比特幣的提款機啊 然後有一些這個店家啊 都是願意接收比特幣的這些好處喔 然後第二個部分呢 他說為什麼今天你要購買比特幣現貨ETF呢 那他講的第一點呢是convenient 就是方便啊 直接透過這個任何美股券商 就可以直接購買到IBIT這個產品喔 那第二個部分呢是access 就是今天很多人進到比特幣的市場裡面 可能會覺得這個自己持有比特幣很麻煩 就是持有比特幣在冷錢包裡面很麻煩啊 那又或是因為你地緣的關係 這個不太容易購買到比特幣啊 那今天呢貝爾德的這支 IBIT比特幣現貨ETF呢 就提供給大家access啊 就可以讓大家更輕鬆的得到比特幣的exposure 第三個部分呢就是quality 就是貝爾德身為全世界最大的ETF推行商呢 他們對於怎麼樣營運一支ETF 是非常非常有經驗的喔 所以他們的比特幣現貨ETF呢 是說ETF裡面這個最有課題 就是最有質量的一支喔 那大家有辦法想像 就是在未來的幾個月或者幾年 這個大家在看這個CNBC 或者是一些傳統的財經節目的時候呢 這些六七十八十歲的投資者呢 他們又是最有錢的一群投資者 然後他們看到這個貝爾德廣告啊 然後還有這個ARK的廣告啊 或者是這些所有券商啊 Fidelity的廣告啊 Franklin Templeton的廣告啊 都在推比特幣的時候呢 你認為這些年紀比較大的人 看到這些傳統的投行 都在推行這個商品的時候 你會不會有興趣呢 那不敢說全部的人都會有興趣啊 但是絕對是會有人 因為看到這些廣告而有興趣的 對吧 那他們的資金呢 就會變相的流入到比特幣的市場 那在比特幣減半 然後這個稀缺的情況下呢 比特幣的價錢走勢呢 將會是非常非常有爆發力的喔 下一個新聞我跟大家聊的是JP Morgan 那JP Morgan在這個上週 比特幣現貨ETF正式上線的前兩天呢 他們看到了一個很明顯的現象 就是比特幣的這個資金呢 從比特幣的相關股票 那不管是這個加密貨幣交易所啊 又或是這個礦工 挖礦公司 Riot或者是MARA 這些資金呢 都有從這些項目呢 流出來 流到了這個比特幣現貨ETF當中喔 但是整體的這個金額 進到比特幣ETF的市場呢 還是遠比流出的要來得多 關於這個表呢 在昨天的影片當中 已經跟大家聊到過了 就流入比特幣的資金呢 是高達了這個800Million左右啊 就是扣除流出之後呢 還是有800Million 再段段兩天 就進到比特幣的市場喔 然後我們在最下面 可以看到JP Morgan分析師認為呢 最終啊 將會高達36Billion等值的美金資金呢 會流入到比特幣現貨ETF的這些產品當中喔 所以JP Morgan雖然本身自己沒有推行比特幣 然後JP Morgan的CEO Jamie Damon呢 他也是在這個多個財經節目當中創空比特幣 但是他們的分析師仍然是非常非常看好 這個比特幣現貨ETF這些產品的表現喔 下一個訊息要跟大家聊的是這個 比特幣的分析師認為說呢 比特幣會Pullback 就是會回調到388的附近啊 那這個388的點位呢 其實我跟大家已經聊過非常非常多次喔 那在今天呢 又看到更多的報導指出呢 比特幣的這個最終的價錢 可能會回調到388附近喔 那我們往下看原因是什麼啊 他今天使用的是這個Bitcoin的RSI Divergence啊 那什麼是RSI Divergence呢 就是說這個比特幣的價錢在往上漲的時候呢 RSI卻是在往下跌喔 那這個一般來講呢 是一個這個比較看熊的信號 那因為這個RSI Divergence呢 他認為比特幣有可能會回調到這個388的附近喔 那388呢是任何人都看得到一個強支撐啊 那對我而言呢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一個長期的持有者喔 所以你說RSI或者是一些其他技術分析呢 我是不怎麼看的 那是什麼決定我在哪裡購買什麼資產呢 主要就是看一些主力位跟一些這個支撐位啊 因為我認為長期持有呢 這個不需要每一個技術分析都非常非常了解 或者是非常非常熟悉喔 那你只要抓準這個重要支撐位在哪裡 然後你自己擁有多少現金在手上 然後你要怎麼樣控管自己的風險 那你知道以上這幾點的話呢 我認為你身為一個長期持有者 只要你選對資產選到一個優質資產的話呢 呃在長期呢 在市場當中獲利應該是不是一個太困難的事情啊 但這只是其中一個這個指出比特幣388 或是一個非常非常強力支撐的文章喔 那另外有很多其他的文章呢 也都說這個比特幣最終都會回調到388 但是今天大家都在講說會回調到388 或者3600 就是任何點位的時候呢 大家就要特別小心啊 就是一般來說呢 這個市場不會讓大家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喔 就今天如果有越來越多人看到比特幣 可能回調到388的話呢 那我自己可能all in的點位 就從388會拉到385之類的 那又或是39000啊 因為常常市場最後呢 不會走到大家想走到的地方喔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個稍微買貴一點點 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喔 那我不知道大家的策略是怎麼樣 像我自己的話呢 是這個從42000以下呢 這個每500我都會設一個限單啊 然後在388那邊是設一個大的限單喔 那我不知道大家的做法是怎麼樣 你是要等到價錢到了之後 你再直接買現貨嗎 還是你也會以這個設限單的方式 因為有時候這個回抽也就是一個week 就是往下很快就抽回了 如果你沒有設限單 然後自己又在忙的話呢 其實是很容易錯過機會的喔 歡迎在下面留言區告訴我說 這個你是如何超低比特幣 或者是你是如何在這個 你理想的價錢當中購買比特幣喔 下一個星期要跟他聊的是兜寬啊 那關於兜寬呢 我們已經大概有幾個禮拜 沒聊到他了吧 那上一次聊到他呢 是他在Montanago這個地方呢 他拒絕了被引渡啊 那今天就可以看到更多的消息啊 那主要是兜寬的律師表示說呢 這個他們介紹了非常非常多 來自外在的壓力喔 那這個壓力呢 主要是來自南韓跟美國的 其實南韓跟美國呢 都在給這個Montanago這個地方 非常非常大壓力 希望他們儘快的把這個兜寬 給引渡回美國或者是南韓喔 那至於最後這個兜寬 到底是會去美國還是南韓呢 我個人認為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啊 因為南韓跟美國的關係 是非常非常好的嘛 所以不管他是被引渡到美國 還是被引渡到南韓 那我相信在當地這個判決出來之後呢 他還是要去另一個國家繼續的坐牢啊 所以我覺得兜寬看起來是非常非常不樂觀啊 很有可能會在這個監獄當中待很長的一段時間喔 那我們都知道他之前在Montanago的地方呢 是因為做假護照被抓了嘛 他在Montanago是要這個服刑四個月啊 就是需要被關四個月才能走喔 那這個四個月行道的時候呢 他到底會被這個引渡到美國還是南韓 到時候如果有任何消息的話呢 我會第一時間做新聞讓大家知道喔 下一個新聞是關於Michael Seller的這個假廣告啊 那Michael Seller在昨天呢 他已經花很多時間呢去remove 就是移除80個關於他相關的這個假的廣告 那這個廣告是怎麼回事呢 我昨天在留言區下方呢 也有一個觀眾朋友問我 但是我要在這邊跟大家說的就是呢 這個希望大家不要這麼蠢啊 就你看到一個廣告 雖然說是Michael Seller在講話 然後是Michael Seller在說 欸你今天發一個比特幣給我 我還你兩個比特幣 然後你因為看到這樣的信息 就上當受騙的話呢 這個你真的是蠢的可以喔 那你也不應該在這個投資市場裡面啊 因為今天沒有任何人會做這件事情啊 就是今天你發一塊錢給我 然後我發兩塊錢給你 就這種虧本的生意沒有人會做喔 所以今天如果你認為任何一個不認識你的人 會因為你發給他一塊 他還你兩塊的話 你的頭腦本身就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問題啊 所以昨天問這件事情的留言呢 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 挺無言的啊 那在今天呢很明顯看到 這個是由AI Generate 就是由這個人工智能做出來一個假影片喔 那上面就是Michael Seller在講說 這個你今天發一個比特幣給我 我就會還你兩個比特幣啊 你今天發一個以太幣給我 我就會還你兩個比特幣啊 那你說比特幣還有可能啊 但是Michael Seller怎麼可能公然的說 這個你捐以太幣給我還你兩倍呢 因為今天Michael Seller在公眾場合 從來都沒有這個主動提到過以太幣喔 那他主要支持的東西就是比特幣啊 但在今天Michael Seller也告訴大家 就是有這個AI製造出來的假影片呢 要騙大家錢 要大家非常非常小心喔 那在投資市場裡面呢 如果你自己都沒有這個awareness 就是你沒有意識到沒有任何人會 因為你給他一個比特幣 他給你兩個的話呢 那你自己本身頭腦就存在非常非常大的問題喔 今天在這邊還是要提醒大家 關於Michael Seller這個詐騙事件啊 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喔 那這個詐騙影片呢 好像是會出現在這個YouTube上喔 就是YouTube你看影片的時候呢 他還會出現類似這樣的廣告喔 所以如果你看到我的節目 然後看到這個Michael Seller的假廣告的話呢 一定要舉報他們喔 這樣才可以保護這個一些比較物資的人啊 今天就有這個情況要跟大家聊的是呢 在阿根廷呢有一位人兄呢 他是租了一個房子 然後租房子的這個合約呢 竟然是用比特幣去簽的喔 就是以比特幣去支付的啊 那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更多細節呢 在這個Rossario這個地方啊 就是阿根廷第三大的城市呢 有一個房東跟房客呢 完成了一個Rental Agreement 就是租屋的合約啊 那其中呢 這個每個月付款的方式呢 會以比特幣去進行喔 那這個金額呢 是100美元等值的比特幣喔 那你可能聽起來100美元不是很多啊 但在阿根廷這個地方呢 可能100美元 就是一個正常的租金吧 而且在阿根廷這個地方呢 阿根廷的Peso今天等於100美元 明天可能只等於50美元喔 就是每個月都在被這個通貨膨脹侵蝕啊 所以這個房東就也是非常非常聰明喔 他今天收這個房租呢 就是使用這個比特幣的方式喔 那我相信這件事情 在接下來這個比特幣大牛市到來之後呢 會在各個地方呢 越來越普及喔 就是不管是使用比特幣支付買東西啊 或者是使用比特幣這個付房租啊 或者甚至說這個 你以後如果想要任何的服務 包含了這個你想要人家幫你設計一個東西啊 然後這個設計師可能會想要加密貨幣 我相信這件事情 都會在接下來幾年呢 會變得越來越普及喔 那今天的新聞就會跟大家聊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幫我點個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今天見啦 掰掰 於是